早晨起床发现变天了 阴天而且风特别的大 刮的满地都是落叶 柴火锅打开 先让我房车里边暖和起来 床头的这个温度计没电了 看不到多少度 看前边的温度计是12度 现在车里12度 昨天晚上睡觉前我开了一块发电机 把房车电量从60%多一直充满 现在还有95%的电量 晚上的用电项目就是冰箱 还有电热弹给手机充电 还有这个 给吸尘器也充了电 手机要吸尘器这些东西 可以 忽略不计 主要就是冰箱和电热弹 一共用了50%的电量 刚才洗漱打扮了一番 现在该考虑一下早晨吃啥了 可能是 昨天晚上吃了有点清淡吧 所以今天早晨起来就 特别的想吃肉 今天早晨吃这个吧 平凉的红牛肉 出来之前带了这么大一块 一块就切点牛肉 然后 车上还有点菜 牛麦菜和金针锅 配上这点菜 吃动火锅吧 这会有点下雨了 有点下小雨了 先拿一个塑料袋 出去把电动车的 车座靠一下 我这个车座是 最怕雨的 车座下湿了好几天都干不了 电视打开 我们边听着新闻 边开始做饭了 今天就用燃气吃火锅 用电池火锅的话有点太奢侈了 一栋火锅下来差不多 要百分之十几的电了 用这个燃气炉吃了 在这儿拿一截 燃气管 给它接上 长度就够了 同接头插在这个软管里 用卡子 拧紧 二十七万二千七百五十五粒 这头就还是插在这个 快接头上 锅的话就 用这个 用这个 小盆来吃 这个料太香了 包装打开以后香味就出来了 主食的话就吃米饭 沾上多半杯米 就够了 选择快煮饭四十分钟 开始 好了 现在我们就 切菜 切肉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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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泥和葱花都做好了 感觉有点多了 是不是不过差不多 我口中应该能吃得完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芝麻酱 还有豆腐乳 这块肉有点大呀 肉块太大了 有点不好切呀 从中间切成两弯 这样就好切一点 切羊肉卷不能心急 切的越薄 一会儿吃的时候越好吃 看这个薄了 哇这个好像更薄 看这一大盘肉过瘾吧 肉切好 米饭也进入保温模式了 拿个小碗把米饭再盛出来 可以开吃了 把肉先放进去 先吃肉 用燃气灶吃火锅 都不用开柴暖了 我感觉这个有点高了 把桌子往下降一下 用燃气灶吃火锅 这个桌子稍微显得有点高 这个桌子稍微显得有点高 好 菜放这儿 火锅底料在这儿熬了半个小时 一定很好吃 尝一下 尝一下这块牛肉的味道怎么样 一如既往的好吃 这个火锅底料是成都买的 这个味道还是非常好 火锅底料有点辣 油管也有点辣 再来一口米饭 我放小一点 外边下着小雨 我在房车里 吃着火锅 同时还看着电视 这个感觉也是非常惬意的 刚才吃了一锅肉 现在再来一锅菜 水开了水开了 再倒点水 刚才这个火锅底料熬的时间有点长 熬的都快熬干了 太辣了 现在 摊点水吸湿一下 哦 不过辣得特别过瘾啊 吃肉吃肉 这些菜是前几天在家里吃火锅的时候剩下的 不能再剩了 今天必须全部吃完 菜全部放在这儿 剩下的肉也不多了 平凉的雪花牛肉 全部放进去 一锅烩 这种酒 为了 优优独播白 好